Hello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集就和大家來到深圳南山區 和大家試食一間很受香港人歡迎的韓式烤鰻魚店 他們的烤鰻魚品質非常之高 燒出來的鰻魚還有不同的配菜 口味選擇相當豐富 店鋪除了鰻魚之外 他們的其他烤肉、牛舌、五花肉水準也相當不錯 想知道這間烤鰻魚店在哪裏 就不要錯過這條影片了 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能夠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緊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支持Simon製作更多北上好去處的影片 先和大家講一下交通路線 南山區當然是近深圳灣口岸 打車過去最方便 如果是搭地鐵的話 來到南郵站F2出口 方向就是地鐵出口的正對面 我們過馬路 之後就建議大家走入面近銀行這條路 外面條路會比較多電機 一路直走過一個路口 走入去左手邊就會見到星巴克 星巴克旁邊就有個升降機 坐到四樓就到了 有興趣過來的朋友 建議你們提早半個小時 在大眾點評到排隊 我們今次是六點半左右來到舖頭 已經是最後一兩張空桌了 不過舖頭門口都有座位 茶水供應 讓大家等位的時候可以坐下 舖頭最大特色就是他們的烤鰻魚 他們的鰻魚都分兩種 這一個叫做肥鰻 肥鰻口感會軟落肥美一些 另外一個叫做脆鰻 他們都寫著 相對會Q彈爽脆一些 可以自己選 大家又會喜歡哪一款多些呢 跟其他韓式燒烤一樣 坐下之後服務員會先送上這些 這麼豐富的前菜 怕人多不夠吃都不要緊 因為這裡的前菜是無限任食任的 我們今次是來單點菜品 舖頭起美團大眾點評 都有一些團購套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合不合你們的口味 他們的鰻魚新鮮程度 真是相當之誇張的 提大家要有少少心理準備 因為他們的鰻魚上桌的時候 還是會動的 那店舖是可以叫店員幫我們燒 都適合我這些不懂煮食的人 店員的手法也都相當專業 他們會先燒魚肉的一面 最後才燒魚皮那一面 魚皮那一面就剛剛好 薄薄脆不會燒焦 最後店員就會將鰻魚一半點鰻魚汁 另一半灑上玫瑰鹽 現在這個是沒有任何醬汁的 原味試一試 真是不愧為店頭的招牌菜 可能鏡頭拍得不太好 三人想強調 鰻魚是相當之肥美厚身的 一件就濕滿我把口 我們選擇的是脆鰻魚 每一口咬下去相當之爽脆 相當之香甜 起剛才鰻魚上台的時候 會連一盤配菜 有酥子葉、紫薑、紫菜、蘿蔔 等你在吃鰻魚的時候 有更多的口味 而我就最喜歡簡單一塊紫菜夾著鰻魚來吃 不知道觀眾的理由最喜歡哪個配搭呢 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一下 下一個是炭酵大花螺 上面那兩瓶是酒來的 一會兒碰完燒的時候 就會將酒滴起花螺 在燒好的時候就會有些酒香味 搭上泰式醬汁相當之野味 除此之外還想補充一樣的 它的鰻是特別大隻的 所以咬下去那個爽感 會特別爽啊 我自己覺得 之後的是口切牛舌 肉質相當上盛 起燒緊期間已經聞到好香的牛肉味 就來燒好的時候店員都很細心 會問我們喜歡怎樣的口感 需不需要燒焦點 最後就幫我們剪開上盤 所以它外面是洞洞的 但是它厚切到它裡面是一個很彈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之正 它的菇也很好味啊 接著來的是五花肉 肥瘦相間非常豐滿 起燒緊的時候就聞到一陣一陣好香的豬油味 五花肉熟了之後店員也會幫我們剪開才上碟 夾生菜來吃就一流了 再下一款是香煎無骨刀魚卷 魚香味配搭蟹子脆脆脆的口感 還有開心果醬一起吃 相當不錯 也都提醒一下 你一樣要趁熱吃 如果擺久了的話可能會有點腥味 再下一款鮮燉酵梨 擺盤相當精緻 打卡一流 整粒燉雪梨配上琵琶 桃膠、銀耳、狗杞、紅棗 再灑上一些桂花粉 這一餐就吃這麼多烤肉這麼熱氣 最後弄個燉梨潤一下喉 剛剛好的 手作軟年糕 我們擺起最後才吃 擺了這麼久都沒有變硬 口感依然保持軟落 比較濕潤 紅糖的甜度剛剛好 不會死甜 坦白說 我自己就少吃年糕 我朋友就覺得 這款確實是比較好吃的年糕 也都提一提大家 店鋪有打卡送食服務 店鋪除了普通飲品之外 還有提供一些韓國飲品 和酒類給大家選擇 另外 難怪在網上聽說 這間店鋪很受香港人歡迎 我們今次來到的時候 起碼有一半人都是說廣東話的 喜歡吃酵鰻魚的朋友 記得過來試一下 相信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記得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緊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支持Simon製作更多 不想好去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